周祖为台湾原住民族群之一 常年定居于嘉义 与嘉义这边土地密不可分 时至今日 周祖文化更成为嘉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次展出主题为狩猎文化 主办单位利用巧思 在展场精心设计了不少极具创意的艺术品与民众互动 希望民众能够近距离感受周祖文化的热情与温度 分成ABCD市区 那A区就是这一区 库巴与周祖男子的一生 B区是文化小故事区 C区是互动体验区 可以让现场观众朋友进行设成出的体验活动 D区是食物展示区 包含展示周祖的图片跟相关的器物 还有他的老照片 那其他在中间展出的部分主要是周祖的生活器皿 及他的渔猎的渔权跟相关渔趣的展示 很久吹 我对一个云术民族应识很少 目前周祖定居于嘉义市人口高达上万余人 已成为嘉义文化与生活重要的一部分 嘉义市政府文化局未来也将持续展览及活动的方式 让更多民众认识周祖文化 如果说以后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当然这个是一个机会就是用小而美的方式 做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说一年两年三年 甚至三五年之后 我觉得应该会让周祖的生活文化再加以这个地方 慢慢的被人家看见去理解 那是台湾珍贵的宝藏与资产 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且多加了解 让这片美丽的土地能够更加的精彩且丰富 中正义报 洪新凯 庄祖民 嘉义市报导